配合中央2050年禁令碳排政策推动多元节电 高雄市金发局邀请商圈社区参加节电参与式预算提案 经过专家评比以及网络票选 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奖金 期盼透过民间参与 激荡出具有创意以及在地特色的节电方案 金发局推动多元节电 大手柄拿出80万元总奖金 邀请商圈社区等法人团体 参加节电参与式预算提案 只要经过专家评比及网络票选拖引而出 最高奖金30万元 同时也规划陪例工作方辅导商圈执行节电方案 高雄市特别推出高雄节电参与式预算 我们今年邀请社区商圈还有法人组织来共同参与 我们的总奖金今年最高的第一名是30万元 我们会择优选出14万 那总奖金金额高达80万元 金发局期待透过民间参与 激荡出具有创意及在地特色的节电计划 而事实上这项活动开办以来 已经展现丰硕的节电效益 节电预算式参与计划今年是举办第三年了 那我们去年的节电成效高达8万5千度 那可以说是成效是相当显著 那也希望各位民众能够多多的参与我们的节电 那大家一起来把电力审下来 除了鼓励商圈社区推动多元节电 金发局也提醒市民节电可以从自身做起 不论是更换LED灯或是感应灯具等 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节电行动 一般家庭的用电 那包含冷气啊 还有电灯 那电灯的部分 我们可以尽量态换成比较省电的LED 那另外在冷气的部分 那就是可以搭配电风扇 那还有就是尽量控制 它的冷气的温度在26度以上 那这样子可以达到最好的省电效能 除了召开说明会 讲解提案方式及执行成效 进发局也鼓励社区及商圈代表踊跃参与 或许小小的创意点子 就有机会成为高雄的省电A咖